好 接下來我們請光彤幫我們製作這一道蜂蜜仙集汁 它的編號是C13主題目當中的第五道 那這一道主要用到了鮮蜜還有新鮮的GED-UP 那來調製這一道蜂蜜仙集汁 那它已經把東西都拿回來 接下來我們來準備把這個汁把它壓出來 並且把裝飾物製作好 來 請繼續 先洗過 對 先洗過 好 把它擦過 好 然後拿砧板 這個可以先移到旁邊 它的裝飾物是檸檬片紅櫻桃 所以要利用檸檬片來夾住紅櫻桃檬片 好 它這一片是切的 食物這一片要把它丟棄 重新再切一片 切的時候要用刀子的後圓來切 切下去才會比較直 那你如果說用前端切的話 那你如果說用前端切的話 它是主要用來雕刻用 會容易歪掉 來 我來切 這個已經很小 這個已經很小是不好切 這個已經很小是不好切 你要夾在櫻桃的位置 對 好 先把砧板收回去 刀子放好 對不起 砧板再拿出來 還有這個 機子還沒有切 要去地頭跟夥伴 要去地頭跟夥伴 等一下 夥伴 對 這樣子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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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 對 好 可以不切斷 沒有關係 那這一道要總共要切到六到八顆極子 所以速度上要稍微加快一點 盡量用刀子的中後端來切 切到切完之後呢 我們假設前置最多的時間已經快到了 所以 好 把刀具歸位 把雕刻全部移到這個地方來 移到弓碑 最好用夾子夾 那弓碑盡量不要放在砧板上 那弓碑盡量不要放在砧板上 好 放回來 砧板收下去 好 我們假設時間 前置作業的時間已經到了 那至少它的裝飾物是做好 壓枝的部分 這個集枝呢 還沒有榨枝是沒有問題 到進到調製過程再來榨枝 是完全OK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準備調製 請調製 先洗手 調製開始之後呢 要先考慮到 剛剛還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就是在製作果汁之前 你要先把材料準備好 所以你要先考慮到壓枝 就先榨枝 好 這個量有點多 所以稍微慢一點 等一下壓的時候稍微慢一點 可以先把一部分的汁倒回去公杯 小心一點齁 然後再繼續壓第二次 然後再把汁再倒進去 再壓第三次 因為它有六到八顆的汁 我們大概是要取得 至少六十毫升的量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應該接近了 好 好 OK 好 把榨汁器 先不要倒掉 榨汁器先放著 好 這個送回來 好 接下來就準備調製飲料 先把這個下座拿過來 拿起來 加冰塊 冰塊呢 加五到八分滿 可以用那個冰鏟 因為它比較碎了一點 大顆的把它加進去啊 好 接下來按照順序呢 把這個材料加入 第一個是六十毫升的Galachia 你要用涼酒器來取 接下來三十毫升的蜂蜜 接下來三十毫升的蜂蜜 好 沒有關係 好 沒有關係 好 沒有關係 接下來十毫升的糖水 小心齁 然後涼開水 60毫升 60毫升 OK 好 將它搖檔 這個一定要搖檔均勻 因為當中有用到比較黏稠的蜂蜜 好 將它倒回一杯中 好 將它倒回一杯中 好 它這一道剛剛是因為冰塊在取的時候呢 稍微有一點不夠 因為我們冰塊不夠了齁 所以冰塊必須要取得夠 至少要五到八分滿 然後呢這個在取的時候呢 蜂蜜也不夠了 那這個在壓制的時候 剛剛稍微有一點不夠 所以很明顯這樣出來就量不夠 那正常的時候 你要取到一定的量 假設這裡不夠的時候 你可能要用後面這個東西去 稍微補一些 那這樣子調出來的東西 至少量會夠 那但是口感上可能會稍微有一點差 好 把裝飾物放進去 那個要放好 那如果在烤灶的時候呢 做出來是這樣子的一個量 這個量感覺上是 差不多七分 接近六分 萬一有煎瓶會認為這個量太少 算是低於六分的話 這一道會是沒有分數 所以這個量最後還是要注意一下 好 這一道叫做蜂蜜仙吉汁